杨复的决心颜温在继承下 被马超残忍杀害了 烟红的鲜血染红了一片大地 杨复在城头目睹了这一幕 韦康在城头目睹了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睹了这一幕 梁州刺史和天水太守健壮都大惊失色 吓破了胆子 他们守城一直动摇了 满怀期待的三天已经过去了 援兵连一个影子都看不见 他们认为如果不打开城门投降马超 等到马超攻破城池 他们必死无疑 杨复知道了领导的想法后 在领导们犹豫不决之际 急忙跑到他们的办公室 刘磊劝见道 我率领我的父兄子弟们拼死守城 大家都以结义互相鼓励 死守不降 想当年田丹死守城池 也不过如此呢 现在我守护得住城池 你们却要放弃城池去当投降派 放弃即将要建立的孤明 给自己蒙上不义的罪名 这是什么道理 我宁死不降 愿与城池共存亡 杨复说完这话后 嚎啕大哭 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 但他的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 继承的领导人再三考虑后 觉得继承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抵抗得住联军的攻击了 投降可能还有活命 于是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打开城门向马超投降 于是梁州刺史和天水太守 打开城门放马超进城 祈求马超能宽恕他们 饶他们一条狗命 他们揣着不安的心情 等待着马超的宽恕力 现实终究还是让他们失望了 他们还没有等来办理投降手续的通知 却收到了一张去殷曹地府的旅游观光券 马超进城后 指使张鲁布将杨昂杀死刺史和太守 马超尚且觉得不解气 又把杨父的从地杨岳抓起来 扔进监狱里去吃牢饭 令人讽刺的是 马超杀死了维康等人 却不想杀死一直与他作对的杨父 一座孤城在牵拔人的坚守下 竟然坚守八个月不倒塌 马超对杨父的守城艺术颇为欣赏 马超对杨父这块硬骨头颇为欣赏 想收响他为己用 不仅没有干掉他 还苦心故意地劝说杨父 只要以后跟着他混 吃香喝辣不用愁 杨父对马超恨之入骨 正是这个造反者 造成阎温和韦康的死亡 他还造成多少人死于非命 多少人妻离子散 我一定要找机会把马超赶出梁州 把这个残暴的造反者驱逐出境 这就是杨父的决心 信念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阎温用他的死感染了杨父 杨父开始同马超须与威仪 尽量不惹怒马超 他在暗中寻找机会 谋划离开季城 杨父在暗中精心谋划 思考着如何从季城脱身去外地接兵复仇 对于这一点 马超蒙在鼓里 他还满怀希望 希望说服杨父归降 然后利用杨父在西凉地区的冥望安抚人心 马超杀死了梁州刺史维康 收编他的兵马 又占据继承 把造反事业搞得轰轰烈烈 马超很满意 觉得自己的偏将军头衔配不起自己的事业 于是自封为征锡将军 兼任兵周牧 把持梁州军政大权 有一个人在暗处默默地看着马超的所作所为 他并不吭声 他内心怀着复仇的志向 在等待着一个脱身的机会 加油吧 杨父同志 你有机会复仇的 杨父同志确实在不久的将来 就等到了一个脱身的机会 不过这个让杨父离开基层的机会 说出来有点伤感情 杨父同志的老婆病逝了 杨父等到这个一辈子 可能只有一次的绝好机会 于是他把握住了机会 向马超请一个长假 回老家埋葬王妻 并派着胸膛保证 等他办完丧事后 就回来给马老板打工 老公回去安葬王妻 人之常情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 马超批准了杨父的假期 这个决定让马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拜逃汉中杨父从继承出发 但他并不回家奔丧 而是跑到历城去见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江戌 江戌 自博弈 天水俊纪线人 江戌之母是杨父之姑 他即是杨父的表哥 当时江戌官职服役将军 屯兵密城 手里掌握着一支军队 杨父从小在江家长大 与江戌老妈感情深厚 他一见到姑妈和江戌之后 声泪俱下去说了继承陷落的经过 描述了马超的残暴无意 说到伤心之处 悲气不已 江戌不以为然地说 这不过是别人家的事 你何必如此悲痛 杨父慷慨极昂地说 我负责守城 却又守不住 被马超那帮贼人打进城里来了 领导已经死了 而我还苟活着 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 杨父这话说得他表哥的脸都红了 他为表哥分析道 马超忘恩负义 背叛他的父亲 背叛他的国家 虐杀政府官员 这岂止是我一个人所担忧 和受人指责的事情 马超在西凉地区无法无天 全州的政府公务员都要蒙受耻辱 你手握重兵 专管一地事务 却没有讨贼杀你之心 这像话吗 马超虽然兵力强悍 但他无信无义 不得人心 况且他的部下矛盾重重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 集中兵力去反攻他 他的弱点就会无限放大 所以打败马超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杨父这番话 说得慷慨淋漓 正气凛然 斥责他的表哥将许没有责任心 拿着政府的工资 却不为国家干活 同时表示把马超赶出西凉地区 是一件可以办的了的事情 将许的老妈听了杨父的话 感慨万千 数落了他的儿子 敦促他听从杨父的劝说 尽快骑兵反攻 把马超这个造反者驱逐出境 这个文章是能够的 断 绻无法